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留在上海 是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全世界很多学校是在郊外 关起来 北京也有很多学校 校园 这个学校一踏出来就是街 是很繁华的 所以是很有意思 其实你这个学校的生活 是让你融入了 一下子进入了上海的 这个城市的节奏 就是说其实对你后来的发展 其实是很加分的 是因为我没来上海之前 没来东华之前 因为就是生活在午后去 那个造女邪的那一块 其实接受的东西 可能还是有点受限 来到上海之后呢 眼界变宽了吧 因为确实这个 大家生活节奏也都变快了 其实我觉得 不仅仅是那个时候 来到上海 包括现在 就是从 因为在外面生活很久 回到成都 其实成都它的生活节奏 真的很慢 上海的话 我觉得是偏快的 偏快是快多少步 就是坐地铁 那就是奔跑 我印象中还是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 可能大家都很着急 都很赶 也促使着我们去面试的时候 也很快 就一个下午 被带节奏了 周末一个下午要安排很多个面试 嗯 就是面完一场赶紧去 是 嗯 管理时间管理的很好 是 所以这个是不是也让你的时间管理技能迅速提升 是的 就是上海这个城市教会我的东西 嗯 哎我记得呃 你有一个团队名字叫做十八线艺人团队 现在还没改名 现在还没改名 增加了一位成员 现在是五个人 哦 那个群 所以这个是在什么时候设立的 这个群 很多年前 嗯 这是你的什么群 没成名之前 工作的主要的工作群 嗯 嗯 有有宣传 有经纪人 有执行经纪人 像个家庭一样 像个家庭一样 当时为什么会起这么个名字呢 当然 做艺人当然希望自己能火 嗯 但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头 就说能有戏拍就很好 就起这个名字其实就是 开个玩笑 嗯 自嘲 自嘲一下 我也觉得是对自己的一种激励的方式 是 是 然后就 哪怕这两年哈 可能事业上稍微有点起色 嗯 我也不希望去改这个名字 希望能够激励自己 敦促自己 对 不要忘记当时的初心 就说还是走一步看一步 嗯 尽量每个阶段呢 做好 自己 该做的 去争取 嗯 自己想要的 如果要是真的没有办法 那也不是 事在人为嘛 好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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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